7月5日,加州警方以殴打和虐待儿童的罪名,逮捕了一名男子。 每日邮报7月11日报道,上周四下午2点左右,在斯普林伍德一街区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,一名男子将他18个月大的儿子扔到地上,然后在和女友的争吵中,男子还抱起儿子往女友身上砸,整个过程被该男子邻居家的监控录像拍了下来。 据警方介绍,洞粗的男子名叫Tachok Denilin今年27岁,视频中的孩子,是Len18个月大的儿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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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